很久沒有跟大家聊天 今天就分析一下那兩部新的iPhone iPhone 12 和iPhone 12 Pro 今天就學前輩看著螢幕和大家說話 幸好沒有戴眼鏡 應該燈光也沒影響到 我留一點空間給我搜尋 iPhone 12 其實有分12和12 mini 價錢也不錯的 6000元左右 所以都不錯的 唯一這兩部新的iPhone 12 有些東西是很突破的 就是兩部都可以拍到HDR的影片 還要是道比Vision 真的聽都沒聽過 你一拍就已經是道比Vision 通常道比Vision就是後製的時候做出來的 即是你拍的時候 就要拍到一些很高的影片 包括你用Log 或者你拍Raw Video 然後再慢慢做Card Wedding 然後再有道比Vision的 製程才可以做到 但現在不是一部iPhone 可以 即是一部iPhone 12 一拍就可以拍到道比Vision 那道比Vision是什麼呢 其實之前都有說過 就是一個HDR PQ下的一個門 因為HDR都有很多門 HDR有分HLG HDR PQ PQ下面有HDR 10 HDR 10 Plus 還有道比Vision 道比Vision 道比Vision就是可以 自己看 那這部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 都可以拍到10bit的HDR影片 其實坊間還有不少相機 都在拍8bit的HDR影片 譬如拍HLG那些 只不過是 有條Gamma Curve不同了 值得一提 就是這個iPhone 12和12 Pro 那個設計跟回以前iPhone 4 很帥氣的方角型 不是方角型 是圓角但是方邊的 很帥氣 就比以前 就像我這部iPhone 8 那些比較帥氣 也有很多顏色 有藍色 這款是淺綠色 紅色 銀色 還有黑色還是灰色 其實它有說到的就是 關於道比Vision的解說 因為一拍出來 是不是演算法這麼厲害呢 即是那個algorithm可以 根據你現在在一個 日光的環境之下 可以調整一個道比Vision 即是在日光的環境之下 那個HDR調出來 或者是在一個暗的環境 或者是夜景之下 HDR影片 可以調整一個 又是一個不同的調法 這個真的好厲害 如果它做到的話 真的拭目以待 因為我們平時拍攝 通常都會拍Log 或者是拍Raw Video 然後再回去 慢慢調整HDR的效果出來 這部iPhone 12和12 Pro 一下就拍到HDR的影片 我相信這個HDR的時代 應該來臨 因為現在連手機都 很多手機都看到 這兩部手機更加厲害 不論是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 都好 它的屏幕最光的時候 都可以去到1200L 但正常看SDL的時候 都可以很光 Pro可以去到800 而iPhone 12 是可以去到625 其實都很光亮 即是在SDL的畫面來看 色域都去到Display P3 應該都很闊 跟LWB RGB差不多 有一點不同 但還未去到RedDoc 2020 應該沒什麼電話 去到RedDoc 2020 OK 那兩部在拍片方面有什麼不同呢 iPhone 12 就只可以拍到4K30格的HDR影片 而iPhone 12 Pro 可以拍到4K60格的HDR影片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 因為兩部手機都是A14 沒理由這樣都要分 即是焗理想 iPhone 12 Pro 拍照方面就很不同 iPhone 12就是兩個鏡頭 iPhone 12 Pro就是三個鏡頭 iPhone 12就是一個超廣角 以及一個標準鏡 其實都算歪 26mm iPhone 12 Pro就是一個是26mm的主鏡頭 有1.6光圈 另外iPhone 12 Pro Max 主鏡頭也比較厲害 也是26mm 1.6光圈 但是那個 微米像素是大一點 即是Sensor 意味著Sensor是大一點點 因為大家都是千二萬像之下 Sensor應該是大一點點 它也多了一個感應器移動形式的防震 我想就類似IBIS 即是一個機身防震 光學防震兩部都有 是Pro Max多了一個機身防震 在主鏡頭上 超廣角的話 大家都一樣 就是13mm 以及F2.4光圈 長焦方面也有少少不同 iPhone 12 Pro就是52mm 而iPhone 12 Pro Max就是65mm 光圈就是iPhone 12 Pro 大一點點就是2光圈和2.2光圈 分別地 那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兩部都可以出不同 真的很煩 而好像iPhone 12 Pro Max 是好一點點 某程度上 某些東西都是 唉 頭都大了 總之你有錢就供頂了 那兩部Pro的話 亦都有Apple Pro Raw 可以拍到Raw 即是原生地拍到Raw 而我們本身 譬如是iPhone 8 或者iPhone 10 那些機器 本身都可以拍到Raw 但是要用其他軟件去拍 例如好像 LW Lightroom 可以拍一個Raw 回來我們慢慢自己調整 但現在不是了 Apple Pro Raw 就自己出了Raw 給你去調整 即是好像ProRes Raw 那樣 那就是自己Apple的東西 當然這兩部機 拍不到ProRes Raw 如果拍到 我想你都很快會打八部機 那究竟哪部好一點 好老實說 就一定是iPhone 12 Pro會好一點 即是拍什麼都一樣 如果你可以上Pro Max 就更加好 那當然就 價錢方面就要自己衡量 因為12 Pro的最基本都8499 12 Pro Max的最基本都9399 iPhone 12就經濟一點 始終它的螢幕小一點 鏡頭少了一個 還有錄影和攝影的功能少一點 所以便宜一點 iPhone 12就6799 iPhone 12 Mini就5999 即是最低價錢的 這個config 今天的Go Up分析 主要跟大家說 這個叫做HDR的拍攝 我想將來都很多 content 都會變成HDR 因為就算iPhone也拍到 還有iPhone也看到 不要說iPhone 其他的手機都會看得到HDR的 content 所以有拍攝或拍攝影片的朋友 尤其是拍攝Timelapse的朋友 想知道怎樣將你拍攝過的Timelapse影片 最後製作成HDR的Timelapse影片 可以參加我這個course 這個course就得到華碩的支持 有時候他們會借幾隻HDR的屏幕給我 就可以在上課的時候 做color grading的時候 即時可以preview到HDR的效果 相當之不錯 所以有興趣把你們的影片 尤其是Timelapse 顏色最豐富 將它轉成HDR的Timelapse 千萬不要錯過了 報名的方法 記得看我的disclusion的連結 不知道你怎樣看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 覺得它貴也好 覺得它不值得也好 都歡迎大家留言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Gowup的影片都有人like 應該都有的 看著螢幕 講一大堆螢幕 螢幕裡面有的東西 都可以很多個subscription 記得subscribe這條影片 最後就跟大家說聲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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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